韓國藝人Wayne為C九龍文化區的夜旦小正點燈 向國際宣揚香港疫後復長 歡迎全球旅客從林香港 大家好 我叫Yarine 三年快樂 他快閃防港 去了太平山頂 也藏了地道美食 所以只趕回韓國跟家人過夜旦 圍多利亞港夜景 加上20米高的夜旦樹 吸引大批民眾及遊客前往打卡 這是香港旅發局疫情三年以來 最大型的活動 比台灣的更漂亮 更多樣化 很棒 尤其C九這邊很棒 維港兩岸不少建築 也布置了夜旦燈 尖沙嘴東部除了傳統燈飾之外 也有兩座大樓以8萬2千顆LED燈 組成4千平方米的大屏幕 傳遞夜旦的歡樂 另一飯店則變成民眾的留言場 送上節日的祝福 以上是祝香港記者李錦華的報導